歡迎收看大新聞大報掛 大家都來到子頻收看 同學記得幫我按讚 還把連結分享推播出去 這非常的重要 好 那因為這個年也過完了 很快的現在2月3月 3月4號呢 這是一個關鍵的日期 因為這個對國民黨來講 黨主席朱立倫已經說了 在3月4號南投立委補選之後呢 要開始全面啟動 關於2024的總統 還有立委選戰的相關布局 不過說到這邊 事實上藍綠確實都在備戰2024 等一會我們要來好好談一談 藍綠在台北市現在 哇 老幹心之百花齊放 當然也吵得不可開交 但是是不是給人一線希望 好 我們等一會要好好來聊一聊 說目前這個台北市的立委戰況 如果整個分析下來的話 有可能會坐六望八 那會不會七星連珠 甚至八仙過海 好 我們稍後好好來討論 不過在民進黨這一頭呢 我們看到辛格魁大人哥 最近的動作很多 聲量感覺上幾分民調也超越了賴清德黨主席 好 那賴清德這邊當然不能夠閒著 那麼關於他的很多討論 包括了前總統陳水扁呢 昨天上廣播節目的時候也特別提到了 賴清德的副手未必是蕭美琴 他認為政力軍也很有可能 而且機率更高 好 這個部分呢 整個佈局我們稍後也要來細細來解讀 不過今天有一個點 我在這邊先丟出來給大家想想 這個國安會的高官在機場耍官威 拍桌罵海關 這件事情居然是驚動了總統府出來道歉 好 當然也會說 國安會隸屬於總統府 但問題是這個道歉之快 那顧力雄在做什麼呢 好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會驚動到蔡英文呢 蔡英文該道歉的林志堅的論文案 始終沒有道歉 為什麼讀一讀這件事 一個高官耍官威 立刻就出來道歉了 我們稍後來討論 為您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歡迎波及黃耀明 以及台北市議員徐曉昕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時評論員 王上志 上志哥 官方大家好 好 那我就直接來囉 一開始我就講囉 說這一次 在這個藍營2024的台北市的立委選戰 戰況激烈啦 那百家爭鳴的情況之下 如果就是母雞 小雞 大家都發揮力量的話 我們看到了在今天 其實這個是 雖然說目前是請辭的國民黨 台北市黨部的主委黃呂錦如 他上這個 尾漢的節目 尾漢狀新聞的時候 他特別針對了 現在台北市的八區立委的 提名戰況 做了一番分析 好 那他說這個 如果延續2029合一大選的氣勢 就是台北市立委八個選區 應該可以拿下六席以上 也就是坐六搶八 那就我剛剛講的有沒有七星連珠的機會呢 再下一層八仙過海八席圈啊 這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好 不過我們看到那兩區 另外這兩區是什麼 如果說只是搶六的話 就是士林北投中山大同 是目前的艱困選區 好 那其中呢 他特別提到了 他很有信心的是內湖南港港湖 還有中正萬華 好 因為黃呂說 在去年九一選舉當中 這港湖還有中正萬華的 這個議員的總得票數 讓他非常有信心 尤其是在港湖 他講出的這個數字 我真的都嚇一大跳 我沒有想到這個 國民黨拿下的票數 居然比民進黨加民眾黨還要高 好 那所以讓他覺得說 這一局有信心可以贏 那在中正萬華呢 他是舉出上一次的這個散場 罷免林長佐的案子 他說其實當時的這個 好像國民黨的青年軍是在 要投票前最後兩個星期才出動 那這個時候最後的結果呢 是同意票其實是高於不同意票的 只是因為沒有達到這個 罷免案的門檻 所以才沒有辦法過關 好 他舉出了這兩個例子 等我們細細來救 那我先請教波基 對 你怎麼看 你覺得這一次對國民黨來講說 哇 真的是有點志在必得是不是 感覺這一題是不是 藍營的支持者如果來看的話 會覺得真的很甜 是不是 應該這樣講完 我覺得在這個評估的階段 用比較樂觀的方式去評估是好事 什麼叫樂觀的方式評估 就是說 整個大環境也許對國民黨不是這麼的不利 但是 就是說 你知道嗎就是當主委的就是這樣嘛 就是說他評估了這個客觀的環境說 我們的議員選得不錯啊 我們的這個這個至少兩個選區可以拉回來啊 那 但是老實說啊你說像港湖喔 問題出在哪邊 問題就是大家也知道像高嘉瑜如果這個 像比如說這個激進黨的無心帶參選的話 我認為國民黨就是派誰都可以贏啊 派誰都會贏啊 只是說重點是你們國民黨的這個態勢 你們不能因為覺得會贏就 隨便派人 就是說雖然說是派誰都會贏 但你不能派一個跟內湖南港沒有淵源的 會這樣嗎 對很有可能啊 不是他現在不是說要這個羅茲強去這個 這個那個什麼士林大同 士林大同 士林大同 就何志偉那個選區嘛 那羅茲強跟那個選區沒有淵源啊 我說這就是國民黨犯的錯了 他覺得他會站喔 你去最難的地方站 好 那他最擅長的地方是在大安文山區 他也經營過 結果呢你不讓他去站 我說國民黨的問題一直都出在這邊 他覺得這個地方比較困難喔 那你不然我們找一個最有戰力的 對對對 問題是如果今天這個地方這麼輕鬆 就應該說這個地方這麼好拿 誰都可以去打的話 那真的是真的是也沒有那麼 就是說這個初選的意義就沒有那麼大 事實上國民黨在台北市 從這個2008的巴仙過海喔 以後就是逐步往下 那到了上一屆只剩世襲喔 就是說已經勉強過半喔 對 那你只拿下一半的這個席次 現在老實說 你說這個 是中正萬華啦 內湖南港啦 那內湖南港我認為啦 只要你提名得當 確實這個機率是大沒有錯 中正萬華很難說 中正萬華還很難說 難說在哪裡 第一個是林長佐 就是說民進黨支持林長佐 在這一次會不會有一些態度的轉變 因為也有 你覺得有轉變的可能嗎 沒有也有一些傳言嘛 說搞不好林長佐這個就 就不選了 民進黨自己派自己的正貴軍去站 也有可能 那關鍵是在林長佐的態度 可是也有可能 民進黨繼續支持林長佐 因為林長佐經歷過一次的罷免 他在這個選區的仇恨值相對會比較高 那他在擴展他的這個 這個年輕選民啊或什麼 他現在站在民進黨這一邊 又沒有那麼有力 他本來最擅長就是年輕選票這一塊 那20162020都是霞著跟蔡英文綁在一起 那蔡英文在台北市就是席捲嘛 所以我說20162020關鍵是在蔡英文 而2024沒有蔡英文了 然後呢整個民進黨的形象看起來 跟2016跟2020都不太一樣了 黑金啊這些就是年輕人看不下去的事情 越來越多林長佐也真的沒有那麼好選 就是逆風啊 對所以民進黨會不會自己考慮說 欸那不然我們自己派一個自己的自己人 然後呢形象好比如說正立軍 有沒有可能 所以我說這些都是布局上面他們會考量的 當然現在都還沒有決定 可是如果今天是林長佐去選的話 我認為國民黨確實相對於 民進黨自己派人選的話 相對於這個可能性比較高 關鍵在於這個要派出適合的人 那過去其實你會發現喔 這個在中正萬華區 在包括黨內初選啊 都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發生啦 什麼有人什麼酒駕頂包的啦 有人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 而且都是黨內互打 那還有那種什麼放話誰出來選 我就一定不支持 放話誰出來選 那這種這種狀況 蘭妮的支持者看了也會覺得很難過啦 所以我覺得喔 因為好像三點鐘那個等一下下一個小時 預防委員也會來嘛 可以讓他談一談這個選區的一些特色 那我個人認為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民眾黨的因素 你不要小看民眾黨 如果今天這個柯文哲 他最後在2024的總統大選 是跟藍軍是分道揚鑣 那他憑什麼立委要禮浪 我中正萬華提一個 內湖南港提一個 我都提啊 為什麼他要衝政黨票啊 他要增加他的政黨的支持度啊 這些人不會當選 但是對於拉斯亞民國民黨 綽綽有餘 確實啊 所以我說關鍵就在於說 整個客觀環境 現在看起來好像不錯 但是問題是後面還有很多變數 所以國民黨都不要太早的去 覺得說哪邊就一定好 那比如說像小新這個選區 飛鴻太委員 不是說他戰力不強 而是說這個選區已經連續兩屆 飛鴻太委員領先第二的 得票第二位的不到一萬票了 已經是拉警報了 可是過去講松山信義 都講說這個松山信義 是藍軍的大本營鐵票倉什麼的 事實上這兩屆的選舉 對這個這個飛鴻太委員來講 確實都是一個很很很大的警訊 而飛鴻太委員如果今天就是說 透過初選的一個機制 讓藍軍整個活力起來 那不管是誰出選 我認為對大選都會有利 就是你不要變成好像說 這個地方我穩贏我就隨便選 我說這種心態是最經營選區 最要不得的 所以今天不是誰選的問題 是你整個國民黨有沒有策略 是要用一個戰鬥的姿態去迎戰 那比如說羅志強你要把他安排到 如果今天當然他的 他剛剛他中午有接受這個朱凱翔訪問 他的這個主觀的意願 當然還是放在大安區 而且他今天就已經說 都在大安森林公園跑步 什麼的 都在那邊走跳 對所以這個他的態度很明顯 雖然他還沒正式宣布 可是呢 基本上我覺得如果台北市長部 硬要把他挪去士林大統 那可能又是造成一波的這個分裂 或是說黨內的這個正義 我覺得對整體選戰佈局是不利 是不利的 好啦那我們就繼續來看 那剛剛也特別提到松信 那事實上還有文山 其實在這邊有菲鴻泰委員 還有賴斯堡委員 那當然都是現任立委 在這邊當然也最近是掀起了 世代交替的浪潮 好那當然在今天我們聽到黃呂 他也主張說沒關係要全民調 全民調來決定最後要提名誰 好是他的個人意見 可是我們就講了 非常激烈的這個松信這一戰 那當然最近我們也看到了 這個巧新還有菲鴻泰委員 甚至連秦惠組議員 都在大鳴大放各書幾件 OK那只是你可以發現 綠營在這個時候就趁機 見縫插針了 比如說他們標題都下這種的 徐曉鑫立委引戰火這華氏下標 秦惠珠批言論沒水準 心頭殼說徐曉鑫挑戰費洪泰 秦惠珠說很可悲的是 國民黨被吵鬧小雞牽著鼻子走 顯然綠媒一定是見烈欣喜的 好那可是在這邊我先套一句 這個我們的這個評論員張有華 有華哥講的他說其實 能夠救民進黨的就只有藍營內亂 所以這也是大家最擔心的支持者來講 我覺得我們不會內亂 因為我把我自己的這場初選 就是我這次參加國民黨初選 我的定義非常清楚 就是我跟菲鴻泰兩個人比賽 誰監督民進黨的力道比較強 所以我必須要花更多的時間去查資料找議題 那我基本上現在目前每一到兩天 都會有新的爆料資訊 然後就是揭露民進黨的這些弊端 那但是真的要讓這些弊端消失 我必須在立法院裡面才能夠做得到 因為很多都是來自於中央的資權 然後預算書是在送進中央的 所以但我作為一個民眾也好 市議員也好 我還是可以幫大家把問題挖出來 只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必須要進到國會 那這個時候就沒有所謂說 我跟菲鴻泰之間的這個 什麼爭吵什麼的 當然我覺得初選你 你說不會有衝突嗎 有競爭嗎 一定會有 可是你要怎麼讓它變成是一個良性的競爭 我覺得我自己是幫自己畫三條線 第一條線叫紅線 第二條線叫灰色的線 第三條叫白色的線 我也必須老實跟大家說 我是不可能踩在白色線裡面的 為什麼 因為這第一不是我的個性 我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幹的性格 第二 你是我作為一個挑戰者 我還在白線裡面 我根本連一絲生存的機會都沒有 被委員是現任的委員 他在資源上面 在很多的這個都比我來的豐沛 所以我必須 我可以踩在哪 我可以踩在灰線上面 但我向大家保證 我不會踩在紅線上面 這是我作為一個黨員 我最基本 我可以對大家的尊重 跟我覺得我表達的善意 所以大家不用想說 民進黨可以見縫插針到什麼程度 說好像可以看到我們的內鬥 沒有啊 我今天的瞄頭是 我跟費鴻泰比賽 誰PK民進黨比較大力 怎麼會是民進黨長到甜頭呢 絕對長不到甜頭嘛 所以他只能用這種 見縫插針的方式 比方說去扭曲我說 神黨殺神佛黨殺佛這句話 我講得很清楚 我是說我不要做一個佛系的立委 我要讓大家看到 國會裡面也可以血流成河 所以這個是完全對著民進黨來的 結果他們故意把它轉向是費鴻泰 那誰理你啊 綠營要怎麼去 就是曲解他們本來就很會曲解 可是我不需要跟著你的套路進去走 我根本不需要理你 所以我就幫三立民是當成是幫我免費的宣傳 也沒有不好嘛 讓更多人知道我有在參選 對我來說我覺得也是加分的啊 再來就是秦議員他講說沒水準這件事 我要先講 我個人並沒有覺得我自己的言論 有到沒水準的程度 好像沒水準這確實是有一點比較重 但是我尊重他的說法 因為我覺得他也有他可以批評我的空間 就像我在過去我也有很多時候 可能我對於黨內其他的同志 比方說先前傅昆奇他在中常會的時候送禮的事件 我也有提出我自己的意見跟批評 那對方一定也會覺得不滿意 所以今天秦慧珠他有他的個人的看法 我也完全能夠支持跟尊重 我覺得如果罵我會讓他覺得心情比較好的話 再多罵個兩三天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就我不會因為這樣少一塊肉啊 我幹嘛特別在意這件事 我的目標非常的清楚 就是我能夠花我現在時間非常有限 黃旅主委已經講了可能三月四月就要出選了 這對一個新人挑戰者來說是非常壓縮的時間 那像費委員他做這麼久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立委跟我不一樣 我需要讓大家知道說我現在目前正在參選什麼 很多人還搞不清楚我在選什麼 我需要讓大家知道我是在投入國民黨立委的初選 很多人也跑來問我說那我要怎麼支持你 那現在是不是全民調也還沒有最後的拍板定案 所以我們的初選制度對於新人對於挑戰者來說 是處於弱勢的 我沒有講說這樣等於制度不公平 應該說永遠在挑戰的時候挑戰者就是屬於比較弱勢的 所以我必須要更有主張然後更有主見 讓大家知道我在做什麼 那我的方向非常的簡單 就是我會不斷的去拋出跟民進黨執政他們有關的弊案的問題 像昨天我們也把這個數位發展部的大內宣揭露出來了 好那這個時候我覺得良性的競爭是這樣子 我覺得一個政黨裡面光靠團結是不夠的你知道嗎 那種假面的團結一點用都沒有 我根本不喜歡看到那種東西 什麼叫真正的團結呢 就是每一個人都努力的在這個賽場上面 表現出最閃耀的自己最好的自己 使得其他的人也覺得我必須要做的比他還要好 這樣我才能被看到 所以是在互相競爭的過程當中 形成一個真正的團結 這才叫做真正的團結 真正的團結是我們都覺得要下架民進黨 政黨必須要輪替 所以每一個人都在比賽 誰的做法最有辦法下架他 就由誰來出戰2024 那我也說得很清楚了 如果今天我是挑戰者我也未必一定會贏 那如果今天不是我出現 我也一定會支持出現的那個人 然後去挑戰2024年 然後協助整個國民黨 繼續做我本來分內就應該做的事情 只是我進不到國會 那我很多的一些監督的主張 我沒有辦法完全的解決他 差別就在這裡而已 那或許委員或其他的委員 他看到這個議題他有興趣 他們就拿去處理了 那也很好 就像是放言 你會發現呢 我們每天都在講說放言領了很多 標案領了很多預算 可是最後說真的只有我去檢查 這一年來他的標案的成效如何 但我覺得這本來不是就是在國會裡面 要監督應該要做的事情嗎 我們不去盯他們 他們盯我們盯多緊 所以我才講說什麼叫做神黨殺神佛黨殺佛 是民進黨在整個執政的過程當中 建立太多假神跟假佛了 成見人是不是他們把他弄成像是神一樣造神 那個陳時中是不是也把他造神 他們造了這麼多神但那都是假的 就需要像我們這樣子的人進來 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揭露 而且不能只是用嗆瞎的 常常國民黨的質詢就是用互罵的 可是一般的年輕人聽這個東西 因為他聽不下去 所以我們必須拿出事實證據 讓他們連話都說不出來 這才叫做真正的打臉 好 那要進廣告之前 我很快的問巧欣一句 就是那你覺得 因為剛剛姚明也承認 對啦 今年感覺起來 情勢對國民黨是稍稍有利的 國民黨有樂觀的本錢嗎 沒有樂觀的本錢 我一直都在講 就連我的選區 其實你看上一屆跟上上屆 其實我們領先的票數 就只有6000票 而且如果不是民眾黨提人的話 我在這一席我們可能 國民黨有可能是輸掉的 千萬大家不要再去曲解說 我是在欺負老人家 我是從數字上面去講一個事實 這的確也是我們地方上的焦慮 所以說我們就在講說 以前你所認為的台北市市 都是藍軍大本營是優勢選區 其實早就已經沒有了 更多的叫做什麼 台北市的選民也不是綠營選民 台北市的選民是中間選民 接下來我請教上志哥 就是針對這個黃呂 他特別有信心 就覺得這一次 台北市立委的8個選區 國民黨有機會可以做6搶8 大家再拼一點再努力一點 你說8先過海 8席全拿也不是沒有可能 我想聽聽上這個意見 那麼同時還有剛剛 楊明點到了一個問題 就是黃呂也講說 艱困選區像士林大同 他非常希望這個戰神強哥羅志強 可以是不是來挑戰這一區 可是我們都要強哥就是大安區了嘛 都已經很積極在走動了 對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剛剛楊明有特別點出來 國民黨往往你知道嗎 就會犧牲強棒 是的 國民黨很愛犧牲強棒 所以當然這個就是說 大家在這種在打仗的這個過程裡頭 究竟本質是什麼 就是說你過去在傳統選戰 但藍綠對抗 包括我們剛剛在討論 也都藍綠對抗的問題 可是我先講個本質的問題 就是說國民黨現在剛剛 包括巧欣在那些世代交替 世代交替究竟是對這個政黨 本身的意義 還是說其實你要從選民本身 來思考這些問題 其實我非常同意 其實巧欣剛剛講的部分 就是台北市現在不一樣 包括國民黨現在黃呂會 這麼樂觀 主要就是因為現在在台北市的 這個選民結構非常不一樣 現在不一樣到什麼呢 現在藍綠雖然有各自的基本盤 可是沒有人對於自己本身的基本盤 然後覺得外溢效應去吃 年輕人去吃中間選民 誰是有把握的 連民進黨這麼會宣傳 民進黨這麼會用網民 民進黨這麼有執政資源 都沒有把握 所以現在在台北市的部分選情 非常重要的部分 不是在於現在國民黨真的有優勢 而現在就回去思考 不是說好像一個政黨沒有錯啦 就已經老了 已經怎麼樣 然後包括賴斯堡他們 費洪泰他們已經老了 所以你要事態交替 他不是這種邏輯推理的事態交替 而且他拉回到這個本質是 現在決定選戰的最主要 在台北市的核心力量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中間選民跟年輕人這麼難搞 這麼沒有政黨屬性的 在這幾年的選舉行為的變化當中 他們現在變成什麼樣的舉象 他們還在任你國民黨嗎 他們才任你國民黨推出來的 費洪泰或賴斯培或秦桧他們認你嗎 還是他們認的部分 不是因為是國民黨施巧新 而他是認施巧新 你這個人 所以我們現在要特別注意到 現在在選民的結構 跟現在選民的投票行為 我們在在意台北市為主 其實不只台北啦 全台灣基本上都是 但台北市是政治最清楚的 就這幾年的選舉的行為的變化當中 那麼現在的年輕人跟過去不一樣 可能在四年前 八年前 年輕人對他們的政治屬性滿沉默的 他們自己有想法 他們不見得有所動作跟支持 他們支持也都默默的 可是隨著這幾年 包括在這一次的地方大選當中 你很明顯可以看到的部分 現在年輕人的部分是這樣子 他沒有政黨屬性 他根本不鳥你現在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中間選民也是 可是他認你 譬如說在巧新獲得很多的支持 巧新有那麼多的網民當中 在幫他一起在爬書一些資料 包括當他一起揭壁 就是說他認你這個人的部分的狀況 我不認你的黨 我是選你這個人的 所以人的屬性 跟人的本身的認同度 現在在政黨在評估推舉 誰來打選仗當中 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剛剛我也很同意 巧新講了一句話 其實就是說 現在在年輕人選舉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現在選舉的人當中 誰有能力推動從立委他們各自 他們帶動的這個族群 我剛剛講 現在年輕人他是族群 他追的 他們現在追隨的是 他們認定的族群 而不是跟你政黨 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而且他可能 認你這個族群當中 他還滿喜歡民進黨的別人 可能他在台北支持你許曉鑫 可是他在欣足他支持你高鵬安 他根本不鳥你 現在到底是不是 國民黨是不是藍白河 他根本不在乎 所以在這樣子的選民結構的事情之下 如何布局這件事情 他不能用傳統的政黨的組織戰 跟組織配票的思路 再也不可以了 要知道現在無論藍綠當中 你現在在做任何組織配票當中 都是枉然 都是瞎扯 雖然沒有錯 你還是會有一些基本盤會出來 基本盤會動員組織的敗票 基層的部分 相關性靈里之間的關係 這種里長的這些裝腳 都還是重要的 他並沒有失去他的功能 但是這些已經不再是過去 他是決定性的了 這個決定性當中 就來自剛剛講的 非常巨大的台北市的中間選民 所以講在前兩次的部分 尤其立委選舉當中 大環境都有 剛好有一些機緣 都是都這種獨籃票 都討厭 討厭藍營 討厭馬英九霍等等之類的 有一些這種氣勢 讓使得整個國民黨 或國民黨的參選人 在這個過程裡頭 其實都受了很大的 這大環境氛圍的吞噬 或者拉扯 但是到今年2024年 只要在這一年當中來講 如果沒有太大的意外 我們雖然不能說 一定會延續2022年的 這個地方大選 對於推翻民進黨 下降民進黨這個氣勢 但總體來說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起來 在年輕人跟中心選民 現在慢慢總體來說 對民進黨的不滿 已經平歇很多 但是我剛剛講 核心的這個選民變化的行為 就是他認誰 他認誰的政治理念 他又認人 他完全不認黨 中間選民跟核心的年輕人當中 這個東西到現在為止 這跟對民進黨生氣與否 要不然下民進黨是沒有相關的 這個東西已經是變成 台灣在這些年 這10年來永久性的選民行為 而且這裡頭是以20歲到30多歲為主 甚至40歲之間 這主要的這大吃塊 尤其台北市為主 所以其實現在在國民黨的部分 接下來的布局 包括國民黨中央 在思考這出現制度的設計當中 一定要非常注意到這一點 如果沒有現在在整個大戰略當中 對於接下來的年底推動的 是立委選舉的出現制度 同時伴隨著要去思考 要選出什麼樣的立委這些戰鬥者 是有能力同時對於政黨輪趨 是推斷民進黨當中 是有戰力的 有訴求的 也有能夠訴求到他們各自 每一個單獨立委 立委參選人 背後的他的這個族群 去能夠緊緊的能夠扣住 如果不是這樣的人 如果還是秦慧珠這樣子的部分人 是不可能的 我個人是這麼認為 好 在這邊補充一下 黃呂說他支持以全民調的方式 然後進行這個區域立委的提名 那如果像我剛剛特別提到了 他是建議說是不是 羅志強可以迎戰對戰何志偉 他說如果是沒有人出戰的監困選區 由徵召方式來決定人選 那立委名單出入時間呢 全民調出選在三四月份進行 名單底定的時間落在五六月前 但他說一切還是看黨中央如何規劃 不過說到這我們看到就是民進黨的 這個台北市議員簡書培 最近掛起了這個布條 上頭寫著國民黨講完還我大安區立委 好 簡書培說 信不信想選得要命的羅志強 馬上就要開記者會 宣布參選大安區立委了 羅志強為了自己更上層樓 背棄大安區居民是事實 那至於我本人要不要選 尊重民黨提名 無論如何都會堅守我崗位 不像羅志強吃著碗內看國外 連認真在一個地方 待上一個任期都做不到 那強哥也不省油燈立刻回了 說簡書培想選立委叫做為民服務 羅志強想選立委叫做厚言無恥 簡書培剛選上議員想選立委叫做更上層樓 王侯威剛選上議員想選立委叫做吃人夠夠 別人換跑道選立委是罪該萬死 自己換跑道選立委是順天應人 這種綠能你不能的奇特標準 會把大家搞得很亂 我們看到了這次簡書培單挑強哥 其實我是覺得穩賺不賠 因為兩個人的票源其實根本就不重疊 各取所需 再聲量 在這一波來看 就是說兩個人操作都賺 是不是 就是說在曝光上面都是賺 所以包括像比如說這個 秦慧珠議員去修理徐曉星 徐曉星賺 因為對挑戰者來說能夠多曝光 都是好事 而且老實說我覺得現在對於這個 藍軍的支持者來說 就是因為初選 你如果今天走全民調的模式的話 你的這個初選的聲量越大 越容易被外界干擾 什麼叫做被外界干擾 對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我覺得誰比較好打 到時候他們會有一個默契 我初選的時候 如果我接到電話我會打給誰 當然這個接不接到電話 他沒有辦法控制 但是如果今天他心裡面有訴說 哎呀我知道哪一天 我們這個區要準備初選 如果我接到 我一定要回答是誰的時候 如果有這個效應的話 就會有所謂的外力干擾 但是這種干擾難免 每一個選區都會碰到 那只是說以這一次 我覺得像簡蘇培 當然對就一個挑戰者 因為簡蘇培在大安區 就是挑戰者 他如果今天他要去選 這一區的這個立委的話 他總要製造議題 總要找出對這個民進黨 相對有力大安區立委 民進黨沒有贏過 對啊 所以我說如果今天講這個 這個台北最艱困的選區之一 大安區絕對是對民進黨來說 最艱困的選區之一 而他那麼早就佈局 看到說因為林奕華去當副市長 然後呢這個選區沒有補選 這個梗 他抓去修理國民黨 我覺得剛好而已 因為確實我覺得國民黨 沒有處理的很好 什麼叫沒有處理的很好 你難道人才少到 非得要用這個立委去嗎 難道這一年你不能等嗎 所以我說 國民黨你確實 弱了一個把柄給人家抓 但是呢這不代表 你這場選舉就會輸 那只是說這場選舉 你要派誰 那這個強哥馬上跳出來回籍 那也就表示強哥有強烈的 想要選大安區的這個理由 那我再繞回來一下 比如說剛剛這個 剛剛講黃呂說希望有強棒能夠去選這個 何志偉啊什麼什麼的 那我覺得其實很簡單 你知道嗎 國民黨就是到時候你看 台北市有參加初選的哪一個選區 比如說哪邊這個有人這個初選沒有過 最強的那一個 高票落選的 這個民調最高的派過去 對不對 你就初選完之後 這個民調比例最高的 這個落敗者派過去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定的民意之基礎 不見得 因為這種選區的就是說 一個很重要是知名度 那初選大部分都是強調說 如果今天這個選區 連聽都沒聽過 就不可能支持你 那至少他要有一個知名度 那其實強哥 我覺得這一次有一個 蠻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最早傳出他可能會選 桃園八德這個選區 然後後來這個黨中央 又要他選這個台北的這個 士林北投 士林大同這一區 那這兩個選區剛好呢 這個最 就是說 一個2020年選的是 孫大謙 士林大同 那這個 巴德這個選區呢 2016年是孫大謙 就是強哥為什麼都挑 跟孫大謙有關的選區 也不是他要挑就是說 剛好 沒有這兩個都他 他不想選 都跟孫大謙有關 所以這個 我想強哥我祝福他 就是說他好像說 2月10號 他會有一個定案 對 那到時候 對我相信他已經 心裡心有所數了啦 只是說 就是等這個十幾年 他有一個公佈的時間點嘛 那我覺得 國民黨也不用去勉強 既然去年強哥期待的選區 沒有得到他想要的這個結果 那今年不如就如他所願吧 至少讓他初選 因為我相信那個選區 大安區不會只有 羅志強一個人選啦 那也許還有其他人 所以我覺得 就用初選的機制 到時候看他有沒有辦法 獲得選民的青睞 如果因為你要知道 艱困選區通常都在初選後 才去佈局 那等到你初選過後 如果強哥在大安區沒有選上 如果初選他沒過 你把他徵召去 那個士林大統 就理所當然 合理嘛 所以一步一步走嘛 這個徵召跟這個初選 本來就是兩階段的 徵召一定就是最後 大概都要到六七月左右 才會去處理 就是初選都結束了 甚至搞不好 許小新初選輸了 許小新要不要去佔士林大統 他直接說不要 沒有 他的意思是說 我不會輸 他有自信 所以我說這個 這個就是說 一個政黨的 但不是因為怕輸 是因為我們在地方上面 我做一個明帶 我有我耕耘的地方 我不太能夠接受 我自己跑來跑去的 我覺得 當然我說這個每個人 都有每個人的思考 但其實強哥他去年 辭掉議員 是為了要參選其他公職 而這個舉動明明是 民進黨要肯定的 我說 簡素肥他那個邏輯 最奇怪就是說 他說他落跑 然後呢 可是這個舉動 就是說他 沒有掛著議員的身分 去選立委 他是 明明是民進黨 要求國民黨要做到的 可是呢 現在卻又變成 修理他的理由 所以我說 你基本上就很簡單 在政治工坊裡面 變來變去 那個標準 永遠都是變形蟲 你怎麼樣 我都可以修理 但是呢 看到另外一個案子 我照樣修理 明明這個邏輯不同 這就像翁達瑞 去年修理 柯資恩說他是自我抄襲 有沒有 拿自己的文章說 這個拿來做衍生性的研究 不行 結果呢 講到林志堅 可以 林志堅怎麼樣都可以 所以我說 今天綠穎用這樣的策略 這樣的邏輯 不見得去硬打 有些耿硬打 不見得對綠營是好處 那我覺得 現在這個布局只是說 一個一個浮出來了 那現在看起來 謝沛芬如果是 這個減蘇培要選的話 看起來 謝沛芬的機率就會降低 對 那不無可能是這個 減蘇培如果選 那也承諾 跟這個 謝沛芬講好 也許下一屆的議員 讓他選也不一定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都有可能 對 好那在這邊呢 我先謝謝這個 紅城董內進來 他說 注入新火血 巧欣加油 好那我就請教巧欣了 對 就是看到這個 減蘇培和強哥的這一戰 那剛剛提到的謝沛芬 事實上呢 大安區 大安文山其實這一次 在民進黨來講的 這個第一高票 就是減蘇培嘛 那 那當然他 他在大安區這邊 我們看到謝沛芬 謝沛芬其實是在 壓著滑水 因為他們在上一屆立委 他其實只 以18000票的差距 輸給林奕華 他上一屆選得非常漂亮 引心人之之 那這一次剛剛 波基有點到 就說有可能 如果真的是減蘇培要選 那現配分一定得退囉 看起來是民進黨這邊 他們會用私下協調的方式 我覺得可能性是比較高的 因為減蘇培他已經表達說 他不會參加初選 但是他想要被徵召 是不是我就覺得很奇怪嘛 就剛剛波基講到的啊 你以前如何去打王鴻威 你去打王鴻威的東西 那王鴻威也是被徵召的啊 你們整個民進黨 當時講說王鴻威被徵召 一樣是落跑 王鴻威怎樣又怎樣 可是你怎麼說的 你是說為黨出徵你很願意嗎 你願意去被徵召去選立委 只是你不想參加初選嘛 那我覺得國民黨還比較好 你知道嗎 國民黨至少我們有意願的人 我們願意表達 我們願意參加初選 我們願意面對這個挑戰 民進黨根本不敢耶 這就是民進黨在台北市 逐漸變弱的原因 我們可以去看 2020年的時候 他們是蠻強的喔 2020年的立委選戰的時候 因為說真的 剛剛上志哥講到一個重點是 現在的台北市 真的沒有所謂的藍綠 它這麼鮮明的色彩 藍的可能在30% 綠的可能在30% 那剩下40% 最關鍵的 因為立委不像議員 是選10個選9個選8個 就是選出一個立委 所以你必須 你要取得那中間 40%的人足夠多的支持 再配上你本來的一些基本盤 你才有可能贏過對方嘛 所以其實林奕華 他是一個強將喔 他算從議會 然後到行政體系 然後他的歷練很多 他的選民服務也非常的扎實 也有問政能力 可是在2020年的那個逆風局 說真的 他謝偏分新人知識選得也還不錯 所以這代表什麼 代表台北市的市民 他的浮動性很大 所以你提對人很重要 就想提了林奕華他贏一萬八千多票 可是如果是提別人 提不好的人選 提台北市 也不要講不好的人選 每個人有他的優勢 提大安區的選民 不喜歡的人選的時候 那可能大安區會輸掉 也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問過大安文山區的議員嗎 他們都告訴我說 沒有喔 大安區不懶喔 你們以為大安區很懶 沒有喔 大安區不懶喔 文山比較懶 大安區的選民是 可以直接跟你講說 我是懶的 可是我不想投你 因為我覺得你表現不好 會這樣子 很多這種人喔 很多 對他說我願意支持國民黨的 可是我覺得現在 國民黨表現不好 我不想支持 或者是說 我是沒有政黨立場的 那我支持他 我不支持他 這兩個同一個黨的 他可以選喔 他是可以選擇的 所以大安區的情況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謝佩芬他可以選成這樣 那就是因為當年的 國民黨整個選局 是逆風的狀態 所以他就收納了一些 其實是可以投給國民黨的 中間選民 他可能拿到了一部分 但是因為好險林一華夠強 所以還是算是 18000多票在台北市上一次 還算是算 比較劇烈幅度的領先了 比較大幅領先 可是我要特別講減淑培 就是減淑培這種人 糟糕又糟糕在 你明明就想要選 你也想要擠掉謝佩芬 人家謝佩芬一個年輕人 上次選的還不錯 現在在基層也努力在跑 我有看到那個新聞 他也在敗票 他想要挑戰立委嘛 結果呢 哇 你一個議員大前輩 你就了不起啦 你就說我不要初選啊 我不要初選 就看你們要不要徵召我啊 意思是什麼 看你覺得我跟謝佩芬誰比較強嘛 那你覺得我比較強 那你就要徵召我啊 不然的話 那你就找他選好了 隨便啊 反正你就要輸就輸嘛 不是這種態度 就是你會看到 跟國民黨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支持者 不用擔心說 這次國民黨好像很多議員要出來選 我覺得我們的態度 相對於民進黨 反而更民主 反而更健康 你用那種私下去捨去喬的 這也是一個宮廷文化嘛 所以誰說民進黨不公平 誰說民進黨不官僚 做久了以後 都一樣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對於簡淑培 一下罵羅志強 可是欸 羅志強他沒有當議員啊 他沒有落跑的問題啊 來你大安區選 你不是要舉雙手 至少在這方面認同他嗎 也沒有 你還是一樣在打他嘛 又打他說 欸你為什麼不去桃園 你為什麼不去這個 為什麼不去那個 然後人家王宏威 當時被黨徵召的時候 你又說人家落跑很糟糕 選民不會支持等等的 我跟你講這都不是問題 這個就是交給選民決定 選民說你可以就可以 選民說你不可以就不可以 免費拿免費看 求職便利通 手機買通喔